严格林 老师好美 第四章 网上传闻 杀人犯对肇事时间的选择四有设计 2011年4月29日下午 高三、一、班的学生流畅收到一份生日礼物 这天是他年满18岁的第二天 第一节课上课之前 有人把礼物悄悄放在他的座位上 据说礼物装在一个购物袋里 刘畅看了一眼礼物上的生日贺奸 但没有当着同学的面打开包装纸 从外形上看 礼物可能是一只装在盒子里的笔 他是在上课的时候悄悄打开礼物的 他临坐的郭姓同学听见他轻轻撕开包装纸 礼物大概很合他心意 他脸上很长时间都挂着一个呆呆的笑容 由此可以推断 那礼物跟他杀人有间接关系 再进一步分析 购物袋上印有HUM的logo标志 所以送礼的人很可能是女性 事后有人推断 送礼人就是丁家新 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 刘畅自称魏腾 向体育老师请了假 从班级里消失了45分钟 有人看见他出现在丁家新的办公室门口 但丁家新当天下午代表年级去看望两个住院的老教师 刘畅在丁的门口徘徊了一阵 脸色焦虑 不断的发手机短信 这份神秘的生日礼物和几小时后的凶杀是否有关 现在还无法确定 下午第三节课之后 刘再次来到丁的办公室门外 丁仍然不在 不久刘收到一条短信息 他告诉同班的一个女同学 高三、一、班的班长 说自己的祖父住院了 父亲要他立刻给祖父买一包成人植尿布送到医院去 所以他想提前五分钟下课 离开教室的留在学校大门口招手打出租车 但下班高峰期吉林 出租车一辆辆从他身边开过 都是载着客人的 应该在五点左右 出中部的学生大批走出校门时 刘才招到一辆出租车 上车时 邵天一从学校大门口走出来 也许刘畅在车里看到了他 出租车开到九里街又掉头 朝西扁 也就是朝少家的方向 开去 刘畅所乘的出租车开过 新兴小区入口 停在了那片简易房旁边 那几排简易平房一直是 市容规划的老大难 居民们80%是没有正值的下岗工人 闲权人员 刘畅下了出租车 向他遇见的头一个简易房居民打听某家住址 后来那个居民证明 他打听的就是邵树文 邵天一的父亲 家的门排号 下岗十多年的邵师傅和老伴那天一早出门看病 只有邵家的儿子天一在家 邵天一显然对刘的来访很意外 也不欢迎 没有立刻让后者进门 两人隔着窗子小声争论一阵 都还算有修养 只是争 没有吵 刘坚持要进门谈话 邵坚持谢客 后来少退让了一步 让刘进了家门 据猜测 刘进了邵家的门之后 说他和班主任丁老师已经私定终身 只等他大学毕业就结婚 希望得到邵天一的祝福 邵天一说丁老师和他相爱了两年 直到现在丁老师真正爱的也还是他 而不是刘 一张收到的生日礼物 一支包装烤酒的笔 和上印着孔庙祈福笔 笔帽是个塑料的卡通孔夫子 手里拿了张考卷 上面刻有两行小字尊师敏学 考试必胜 随着笔的动作 孔夫子会点头摇头 笔下压着一张贺奸 上面是打印的小字 18岁的今天 一个天使降临在我的生命中 生日快乐 我的场 落款就一个字 心 只有那个字是手写的 少认识那个心字 在作文批语上常常出现 心上两点水是连笔的 连得有趣 像一对小翅膀 假如送这件礼物的真是圆二中 女教师丁某某 那么丁可以被认为是三角链的始作俑者 网上讯息 女教师否认送笔给被告 据警方调查 刘畅在谋杀事件发生当天确实收到了一支笔 但丁某某否认是他送的生日礼物 他说他只送了一件平常的生日礼物 耐克替许衫 深蓝色 左胸绣了金色的logo 一个象征考试得分的对勾 生日贺卡 他是这样写的 畅儿十八岁生日快乐 愿你在高考中得到无数的 他是在留的生日当天就把礼物送给了他 并不是在第二天下午 趁学生们午饭时间 神秘的放在留的座位上 送笔的人无疑是个女性 连刘畅都不知道这个女性是谁 赫卡上的心经过专家鉴定是丁加新的笔画 但是艳品 刘畅公认那是自己模仿的 为了向少天一示威 向他证实丁和他更为亲密的关系 他照着丁在他作文本上的签名轻易 就模仿了那个新字 心上的两点水被连成一对小翅膀 终于就是下枝的低温